台中北屯区 敦福路跟敦福七街口 这辆白色冰式轿车驾驶 疑似当时要超前车要回转 结果下一秒钟竟然失控打滑 自撞分隔岛 整个过程都被其他车辆拍下来还po上网 网友看了画面就说 这冰式车的驾驶 帅不过三秒 是车太好 马力太大 绝对不是车主的问题 行车记录器排下车辆等停红灯 只见对象一辆白色冰式轿车 超车回转 但下一秒悲剧发生 白色冰式驾驶想要超车 疑似加速Utun 没有控制好整辆车失控打滑 左摇右晃 轮胎摩擦地面 冒出阵阵白烟 最后失控撞上了分隔岛 还旋转了180度 这么一撞撞击力道可不小 白色冰式轿车的保险杆 整个被撞了掉下来 分隔岛的水泥10吨两块也整个位移 信号只有车损 驾驶仍没事 事后这整个画面被拍下 Po上网网友也纷纷留言笑称 冰式车驾驶帅不过三秒 是车太好 马力太大 绝对不是车主的问题 实在太疗愈 神操作 被超车的驾驶应该一直笑 这技术我给87分 幸好这起车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驾驶酒测值为零 至于肇事原因 还有待交通警察大队分析掩判 节中部综合报道